来欣赏这个盆好不好 非常特殊的品种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研究一下 大家看到里面是什么状态吗 它有点像茶叶末点的感觉 它可能就兼具乌鲸又和茶叶末又 是不是两者的一些优点 把它放在一起 看到没有 探讨它的所有的信息 我们把它深入的解惑 所以在我们短视频的时代 太多的方便面试的知识 让你觉得能够吃饱 但又没有吃好 你过完之后就会觉得有点不消化 不舒服 甚至难受 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塑成的 尤其是复杂着 像咱们这种古艺术品的知识 慢慢地去学习 慢慢地去体会 我们说一个小时 咱们就讲一个七五 也不跟你多说 我们也不在这里卖货 当然你可以选择买 如果你匹配的话 你可以选择来问价 咱们一定要分析清楚 关于大家提问 关于大家学习 但是它年份流行的时代是很早的 并不是大家经常在晚期民国时期看过的那种盆 它其实早在庸 至少庸正就有了 就有这种类型的禁手牌 当时最早的工人 它是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洗手 禁手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 一般普通人会这么讲究吗 一般普通老百姓算 这个甩一甩 就就洗好了 还要什么盆来洗呢 所以它这个器物的一诞生 就注定了它是一个高等级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考究的 大部分人家很讲究的一个用品 从古至今只要上了幼里红的价格都是很贵很贵的 所以这个盆我要给你们先铺垫一下这些知识 所以你看到这种秋花幼里红的画工 画的是世纪花柜 中花做这个叶子 以幼里红做花柜 整个铺垫的画片是非常的精良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种品种我为什么拿出来 我不是说非得今天卖给你们 你们不要太小瞧我了 我如果一个小时直播就是为了卖一件货 我觉得时间效率特别低 你看我开播我要卖很多针 我为什么拿出来我是给大家交朋友 就大家如果说喜欢精品 又想去学习精品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 我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当然平时视频直播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分享 我在这种经济环境下 大家的收藏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不要再像以前随意的去买 入门之后 你要有个清楚的收藏的理念在里面 就到底你需要什么样的品种 像很多朋友收藏洗脂罐也可以 你就专门买洗脂罐吧 有的人专门收藏帽桶 有的人专门收藏粉彩 有的人专门收藏什么那个高骨 都没有错 都可以的 你就把自己的目标 方向一定要确定下来 那我们现在需要买什么呢 我买两类货 一类 就像昨天我也买了买了几个 但买不到很多 第一类我可能需要一些性价比高的 稍微 稍微 不是说等级那么高 但是性价比很高的 那一类适合大家去玩的东西 我也给大家放网络 那是一类 还一类呢 就像今天这种 我需要买来一件 大家一拿出来 都会很惊态 很点赞 很认同的物件 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把它卖掉 在于能够建立我们之间的联系 在于我能够拿食物在讲解过程中 大家能够对我们有所认同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它的价值 已经不在于它的 这个货品的价值了 在于我们沟通的价值 知道吧 我边讲边插一些题外话 我们每天还会聊一些时事 按理来说我们这个古玩主播 应该不问天下事的 但是我觉得要问一点天下事 如果你不问天下事 你的格局就不高 真的 你对一个世界 对一个社会 对一个各方面的看法 如果你是零的话 你没有的话 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你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 你其实很难对不懂 他自己的一个认知 知道吗 这种是相关的 并不是好像是说是孤立的隔绝的 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什么年份吗 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 你想要 很感谢大家的认可 大家能够问价 能够说想要 至少对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认可的 这个东西多少钱两万多 好吧 不贵吧 这个要明代了 这玩意要得乘一个十 二十万都打了 新中期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盆 古人的画片很讲究这种呼应性 我再提一个问题 我通过问题不断地抛出来 让大家去理解这个起乎 你通过对于这种问题的思考和解答 来加深一个物件的认知 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外销池还是一个传统池 这是一个大家都打了传统 非常典型的传统池 它身上没有任何外销的痕迹和状态 没有任何外销的风格在里面 但是它是回流的 传统池不等于不是回流池 要是从国外买过来的都叫回流池 知道吗 回流是指它的商品的一个购买的途径方式 品种你可以分外销品种 传统品种 而且这个发色特别好 这种就是我能够看到的 能够媲美光药的优利红的发色 我计计您可以去拿光药来比较 已经烧到顶级了 你本来太淡了 太淡了温度 是吧 可能过高了 烧烧飞了 所以它的温度把控是比较需要精准把控的 而且优利红本身也是需要层次的 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局部优利红它其实是有局部有深有浅 有浓有淡的层次感的 它其实就是要设计好的 怎么去把握它的浓度 然后烧出来的状态呢 你在青花里面说墨分五色的水准很高 你要在优利红能达到这种等级 那就更难了 因为它更难把控 所以咱们去欣赏一个物件 不要去光看它的简单的漂不漂亮 而要去从很多方面 尤其工艺方面去解 还原它当时做的难度和品质的质量 整个树干它是用青花去描的轮廓 里面它是有这种又柳红把它填进去的 青花填又柳红 这种品种在外销里面 做工系录者是有的 还是少数 在外销里面 质量高的那些品种里面 还是能见到一点 但是在传统的时候就很难见到 这个是个好东西 是有道理的 认知要到位 然后我一般不怎么看底的 特别古达东西我会看一下底 一般我是不看底的 我觉得看底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国宝吧 还有专家就要反对这个说法了 你这玩意儿不是圈竹着地吗 咋中间有磨损和更加明显的褒奖痕迹 这是咋回事 肯定是有问题 很多人他是跳在历史之外 自己去猜测 其实存在就是道理 什么样的东西存在 并且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东西 就不要去以自己的那种狭隘的观点 去来推测 历史就有多样性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想象不到的 是不是 你坏一百年前的人 能想到我们直播 用手机能够来直播 是不是 能够想象我们有空调 有风扇 想不到 不代表没有 不代表没有 有很多东西就有 只是你当时受到历史的局限性 你所在的这个接触面 你接触不到 你想不到而已 为什么复杂 因为它的胎质是有多样性的 它的做工有多样性的 它的这个使用程度也是有多样性的 从这里面它是没有一个规律的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看 你多多把这种品种造型 这是要看的 整体的文饰 这是主要的方面 大家去看 整体的程度 细节去看 是很重要的 我每天拿一个东西出来 给大家学习研究 交友 交朋友 您先点下咱们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